牛池湾有私家车逃避警方截查 撞向三部车才停下 一个警员拔枪 拘捕两个可疑男人 警方将案件列作疯狂驾驶 现场是扎山道近牛池湾街 警员将被捕男人压到可疑私家车旁边调查 又派出警犬协助手证 现场消息说 昨晚11点多 警员在清水湾截查一辆白色私家车的时候 私家车高速逃走 在扎山道先后撞向一辆黑色私家车 和两辆的士之后停下 警员随即拘捕车上的两个男人 期间一个警员曾经拔枪 事件中一个的士司机受伤送远